隔了两日 小童自家走过来玩耍 宣教又买酒请他 酒间与他说的入港 宣教便道 好兄弟 我有机会儿问你 你家县君多少年纪了 小童道 过年才念三岁 是我家主人的济世 宣教道 母样生得如何 小童摇头道 没正经 早是没人听见 怎把这样说话来问 生得如何 便在怎么 宣教道 总是没人在此 说话何妨 我既与他送东送西 往来了两番 也许等我小得 他事长是短的 小童道 说着我现君容貌 真的是世间少比 像是天心里头摘下来的 除了画色上仙女 再没见这样第二个 宣教道 好兄弟 怎生得见他一见 小童道 这不难 等我先把帘子上的细带解松了 你明日只在对门 等他到帘子下来看的时节 我把帘子熏将出来 宣得重些 细带散了 帘子落了下来 他一时回避不及 可不就看见了 宣教道 我不要是这样见 小童道 要怎的见 宣教道 我要好好的到宅子里面拜见一拜见 谢他平日往来之意 方称我愿 小童道 这个知他肯不肯 我不好自专的 官人有此意 带我回去禀白一声 好歹讨个回音来赴官人 宣教又将银一两 送于小童 叮嘱道 势必要讨个回音 去了两日 小童赴来说 宣君文德要见之意说道 既然官人利益全切 就相见一面也无妨 只是非亲非妻 不过因对门在此 礼物往来的两番 没个名色 居然相见 恐怕惹人议论 是这等说 宣教道 也是也是 怎生得个名色 想了一想道 我在广里来 带着许多珠宝在此 最是女人用得着的 我只做当面送物事 来与宣君看 把此做名色 相见一面何如 小童道 好倒好 也要去对宣君说过 许下方可 小童又去了一会儿 来回言道 宣君说 使便使得 只是在厅上见一见 就要出去的 宣教道 这个自然 难道我就挨住在宅里了不成 小童笑道 修德胡说 快随我来 宣教大喜过望 整一整衣冠 随着小童 三脚两步 走过赵家前厅来 小童进去秉支了 门响处 宣教望见 宣君打从里面 从从容容走江出来 但见 衣裳楚楚 佩戴飘飘 大人家举止端详 没有轻狂半点 小年纪面旁娇嫩 并无肥重一分 清风引出来 倒不得 云是无心之物 好光挨上去 真所谓 荣是汇吟之端 犬儿虽已到离边 天鹅未必来勾礼 宣教看见 宣君走出来 真个如花似玉 不觉得满身苏玛起来 积极驱上前去 唱个肥惹 口里泄道 吕蒙宣君后裔 小子无可答谢 唯有心感而已 宣君道 黄溃黄溃 宣教忙在秀里 取出一包猪玉来 捧在手中道 闻得县君要换猪宝 小子随身带得有些 特地过来 面缝与县君检择 一头说 一眼看 只指望他伸手来接 谁知县君立着不动 呼唤小童接了过来 口里道 容看过一架 只说了这句 便抽身往里面走了进去 宣教虽然见了一见 并不曾说得一句捉鞘的说话 心里滑滑涂涂 没些意思走了出来 到下处 想着他 模样行动 叹口气道 不见时有渴 指着一番相见 顶害杀了小生爷 以后遇着小童 只殃及他设法再到里头去见见 不过把珠宝做阴头 前后也曾会过五六次面 只是一一之外 再无他词 颜色庄严 毫不可犯 等贤不曾笑了一笑 说了一句没正经的话 那宣教没入脚处 跃跃的心魂缭乱 助恋不舍了 那宣教有个相处的粉头 叫做丁兮兮 甚是相爱的 只因想着赵献君 把他去在脑后了 许久不去走动 丁兮兮邀请了两个帮贤的 再三来约宣教 叫他到家里走走 宣教疑似掉了魂的 哪里肯去 被两个帮贤的不由分说 抢拉了去 丁兮兮相见 十分温存 怎当的无宣教 一些不在心上 丁兮兮撒娇撒吃了一会儿 免不得摆上东道来 宣教指示 心不在烟光景 丁兮兮唱个歌 朝他道 翘渊家 你当初缠我怎地 到今日 又丢我怎地 丢我时顿忘了 缠我意 缠我又丢我 丢我去缠谁 似你这般丢人也 少不得 也有人来丢了你 当下 吴宣教没情没絮 吃了两杯 一心想着 赵宪君生得十分妙处 看了丁兮兮 有好些不像意起来 却是身际到此 没急奈何 只得勉强同兮兮 上床睡了 虽然少不得 干着一点半点事 也是想着那个 借这个出火的 云雨已过 身体疲倦 正要睡去 只见赵家小童走来道 县君特请宣教续话 宣教听了这话 急忙披衣起来 随着小童就走 小童领了 静静内侍 只见赵县君 雪白肌肤 拖得赤条条的 眠在床里 专等吴宣教来 小童把吴宣教尽力一推 推进床里 吴宣教喜不自生 疼得翻上身去 叫一声 好县君 快活杀我也 用得力重了 一个尸脚 跌进礼床 吃了一惊醒来 简兮兮睡在身边 朦胧之中 还认作是赵县君 仍旧跨上身去 丁熙熙也在睡里 惊醒到 好馋祸 怎不好好的 做出这个急模样 吴宣教只等听的 熙熙声音 防济其身在丁家床上 事才是梦里的事 连自己也失笑起来 丁熙熙再次问 问他 你心上有何人 一致七天八道如此 宣教只把闲话之无 不肯说破 到了次日 别了出门 自此以后 再不到丁家来了 无昼无夜 一心只吃想着 赵县君 思量寻机会哀光 忽然一日 小童走来道 一句话对官人说 明日是我家县君生辰 官人既然与县君往来 须办些受理去 与县君作贺一作贺 觉得人情面上 愈加好看 宣教喜道 好兄弟 亏你来说 你若不说 我怎知道 这个礼节最是要紧 施不得的 即将彩博二端封毫 又到街上 买了些实仙国品 积压熟食各一盘 九亿尊 配成一副成礼 先令家人 一同小童送了去 说 明日前程拜贺 小童领家人去了 赵县君又叫小童来 推辞了两番 然后受了 明日起来 吴宣教整肃衣冠 到赵家来 定要请县君出来拜寿 赵县君也不推辞 盛装出道前厅 比平日更起整了 吴宣教眉眼地看 巨公下拜 赵县君慌忙打礼 口说道 奴家小小声招 何足挂齿 却要官人费心 此此厚礼 受之不当 宣教道 可中乏物为敬 甚愧菲薄 县君如此致谢 反令小子无言 县君回顾小童道 留官人吃了寿酒去 宣教听得此言不声之喜 道 既留下吃酒 必有光景了 谁知县君说罢 静字进去 宣教此时如热地上蚂蚁 不知是怎的才是 又想那县君 如设帐的方式 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出来 呆呆地坐着 一眼望着内力 虚余之间 两个走势的男人 抬了一张桌 开抹干净 小童从里面 碰出船和酒果来 摆设停荡 多张椅 请宣教坐 宣教轻轻问小童道 难道没个人陪我 小童也轻轻道 县君就来 宣教且未就坐 还立着徘徊之际 小童指道 县君来了 果然照县君出来 双手鲜鲜捧着背盘 来与宣教安息 到了万福 说道 卓夫不在 没个主人做主 长孔有慢贵客 奴家只得 冒齿奉陪 宣教大喜道 过蒙后勤 何以客当 在小童手中 也讨个背盘来 与宪君回敬 安息了 两个坐定 宣教心下只说 此一会儿必有 眉来眼去之事 便好把几句说话 撩拨也 稀图尝事 谁知县君意思 虽然浓重 容貌却是端严 除了请酒请转之外 再不轻说一句闲话 宣教也生沙沙地 浪开不得闲口 便宜得饱看一回而已 酒行数过 献君不等宣教告旨 自立起身道 观人慢作 奴家家无夫主 不便酒陪 告罪则各 吴宣教心里 恨不得伸出两只臂来 将他一把抱着 却不好抢留的他 眼盼盼地看他 洋洋走了进去 宣教异常扫兴 里边又传话出来 叫小童送酒 宣教自觉独卓无趣 只得吩咐小童 多多上赴献君 后扰不当 容日再谢 慢慢地夺过对门下处来 真是一点甜糖 抹在鼻头上 只闻得香 却舔不着 心里好生不快 有银脚丝一手为证 前世里冤家 美貌也人 哀光已有二三分 好温存 几番相见 亦阴勤 眼而落的穿 何曾进的身 鼻凹中堂位 哪有唇耳分 一个清白的郎君 发疗也昏 我的天哪 震魂迷 迷魂阵 是夜 吴宣教整整 想了一夜 愁愁道 若说是无情 如何两次三番 许我会面 又留酒 又肯相陪 若说是友情 如何眉梢眼角 不见些些光景 只是嫩等板板的往来 有何了结 思量他 每常连下歌词 毕竟通知文艺 且去淘淘口气看 看他如何回我 算计停荡 次日起来 即将西珠十颗 用个尘香盒子成了 取一幅花间 写诗一首在上 诗云 心事绵绵欲塑君 杨朱柯柯 记殷勤 当时赠我皇甘美 未解相濡 可半分 写必 将来铜放在河内 用个小记号图书印 封皮封好了 忙去寻那小铜过来 交付与他道 多拜上县君 昨日承蒙后款 歇歇小猪 奉去天庄 不足为谢 小铜道 当的拿去 宣教道 还有数字在内 许县君首字拆封 万物泄露则割 小铜笑道 我是个有饼的红娘 专替你传书递检 宣教道 好兄弟 势必替我送送 堂有好音 必当重谢 小铜道 我献君诗词歌赋 最是精通 若有甚话写去 必有回答 宣教道 千万在意 小铜说 不劳吩咐 自有道理 小铜去了半日 笑嘻嘻地走 将来到 有回音了 秀中拿出一个 闭店侠来 地语宣教 宣教接上手看时 也是小小花鸭 风寄着的 宣教满心欢喜 慌忙拆江开来 中又有小小纸锋 裹着青丝发二绿 晚这个童心结 一幅螺纹肩上 有诗一首 诗云 好将枕发覆冰刀 只恐惊时 诗俊毛 切恨千丝 插可拟 狼心双晚 莫空牢 莫又有细字一行云 圆珠凤壁 唐人云 何必珍珠未济了也 宣教独霸 爹足大乐 对小铜道 好了好了 细祥诗意 现君身有益于我了 小铜道 我不懂得 可劫于我听 宣教道 他剪发记我 诗里倒要挽住我的心 岂非有益 小铜道 既然有益 为何不爱你珠子 宣教道 这又有一说 这是一个故事在里头 小铜道 圣故事 宣教道 当时唐明皇宠了杨贵妃 把梅妃江彩嫔 贬入冷宫 后来思想他 惧怕杨妃 不敢去 将珠子一封 私下赐予他 梅妃拜词不受 回诗一首 后二聚云 长门近日 无书喜 何必珍珠未济聊 即现君不受我珠子 却写此一句来 分明说你家主不在 他独居寄聊 不是珠子安慰得的 却不是要我来伴他寄聊吗 小铜道 果然如此 官人如何谢我 宣教道 唯清所欲 小铜道 县君既不受珠子 何不就送于我了 宣教道 珠子虽然回来 却还要送去 我令自谢你便是 宣教 香中去取通天西三一只 海南香善坠二个 将出来送于小铜道 全为寸净 事成重谢 这珠子 这珠子再凡送一送去 我再付一首诗在内 要他必受 诗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 还珠垂泪 故来吃 知音诞时 能欣赏 何必相逢 未驾时 宣教便将一幅冰销帕写了 连珠子赋予小铜 小铜看了笑道 这诗意 我又不晓得了 宣教道 也是用这个故事 唐章吉诗云 还君明珠 双肋锤 恨不相逢 未驾时 今我反用其意 说道 只要有心 便是驾了何妨 你献君若有益于我 见了此诗 此诸必受矣 小铜笑道 原来官人是偷乡的老手 宣教也笑道 将就看得过 小铜拿了 一静自趣 此番不见来推辞 想多应受了 宣教暗自喜欢 只带好音 丁兮兮那里 时常叫小二来请他走走 宣教好一次 朝门外候制的官 唯恐不时失误了宣兆 哪里敢移动半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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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